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空军8E飞行表演队首次赴沙特表演 科目3走上中国驻媒使馆舞台 东方甄选年会董雨晖抱着云敏红痛哭 特朗普在深夜的Truth Social发泄中攻击笨蛋UAW主席 X个屏蔽泰勒斯维夫特搜索结果 关于病毒是AI深度伪造的知识 致命袭击可能迫使美国别无选择 只能直接对伊朗发动战斗 在乌克兰东部遭受轰炸并因疾病而残疾的一位未知画家 正等待他的命运 请大家收看 中国空军8E飞行表演队首次赴沙特表演 综合新闻 中国解放军空军8E飞行表演队首次到访沙特阿拉伯进行飞行表演 据中心社报道 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谢鹏介绍 8E飞行表演队七架坚实表演机 星期一1月29日上午从中国西北某机场起飞 赴沙特阿拉伯利亚德参加于2月4日至8日举行的沙特国际防务展 并进行飞行表演 这也是8E飞行表演队首次到访沙特阿拉伯 谢鹏说 这是8E飞行表演队第十次飞出中国国门 并称在转场过程中 中国空军派出运游-20飞机伴随任务编队进行空中加油 环球时报报道称 这是中国空军赴海外执行任务转场过程中 首次使用运游-20飞机进行空中加油保障 而这也使得8E飞行表演队可以一战直飞沙特阿拉伯 无需在国外机场转场 中国军事专家马全向环球时报分析 首次采用运游-20飞机空中加油伴随保障方式 实现歼10表演机编队远程直达 展示出三层含义 马全说 首先 空中加油技术是现代空军不可或缺的一项关键技术 它能够极大延长飞机流空时间 提升战机续航能力 此次8E飞行表演队赴海外执行任务 在转场过程中采用空中加油方式 不需要飞机降落机场 减少了对地面机场的依赖 其次 此次表演机编队远程转场 由我国产运游20加油机伴随保障 体现了中国空军战略转型建设成就 第三 此次坚实表演机编队碎形空中加油训练 践行既是表演员又是战斗员的使命担当 马全称 飞行表演队的主要职能 是通过精彩的飞行表演 在蓝天上塑造形象 传递精神 体现价值 空军8E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 全部是从作战部队挑选的优秀飞行员 从国内机场直飞沙特首都利亚德 经过空中加油飞行几千公里 也体现了中国空军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科目3走上中国驻美使馆舞台 综合新闻 近期在网络急速爆红的抖音神曲五部科目3 在全球火爆 当地时间1月28日 中国驻美国使馆 举行纪念中美留学45周年 即2024年中美青年新春联欢活动 中美两国年轻人 在活动上跳起了科目3 轻松愉快 去年6月 一位抖音博主 对广西科目3舞蹈进行了改良 并且搭配一笑江湖的音乐 动感的节奏 加上魔性丝滑的舞步 让新版的科目3于近期在社群上窜红 去年11月 连锁餐厅海底捞 率先将科目3作为招来生意之用途 员工纷纷跳起舞来 接受顾客点跳 科目3席卷大江南北 还跨越台湾海峡 甚至火到韩国 日本 菲律宾 俄罗斯 欧美等地 成为跨越国境的世界流行现象 东方甄选 年会董宇辉抱着云敏红痛哭 综合新闻 1月28日的东方甄选线上年会 大家看到了董宇辉的现身 同时也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各种讨论 1月28日 是宇辉同行第一场集体团建日 也是东方甄选直播间春晚活动日 作为宇辉同行法人 主播 董宇辉不仅出现在宇辉同行团建会场 还意外出现在东方甄选图书和主号直播间 这是继宇辉同行账号开播后 董宇辉首次回归东方甄选直播间 在主持人最后朗诵新春祝福时 董宇辉忍不住潸然泪下 和宇敏洪相拥而泣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内容看 董宇辉在昨晚有三场发言 第一场是在宇辉同行团建上 董宇辉称宇辉同行是车缸组上就直接上高速 开局就是决战 起步就是冲刺 他同时感谢宇敏洪给宇辉同行一个特别好的起点 董宇辉也提到 截止到昨日 宇辉同行营业额已超过八亿 第二场是在东方甄选图书号上 董宇辉突然空降 宇老师几天前跟我说 他们有一个团建 希望我在镜头前给大家表示祝贺 董宇辉在开场解释道 他提到 宇敏洪让他在强调下东方甄选的高级合伙人身份 在近半个小时的直播中 董宇辉简单回忆 还未出圈前早上在图书号上买书 晚上去主账号买菜的经历 他认为这段经历是开心和幸运的 对于东方甄选读书号 他表示 第一 做读书号很有必要 不管这个公司最终创造的价值有多大 但文化和价值的传播 至少是公司使命的三分之一 第二 读书号对人的要求特别高 图书号对老师的要求更加严苛 我是特别有感触 看了三四天的书 发现晚上讲了一点没用到 最后只能插个打混 所以要对图书号的老师多一些耐心和宽容 第三 读书号必须要坚持做下去 除了卖货 助农 自饮品 图书是东方甄选 作为文化教育公司 必须要坚持的 这也是我们平台和其他平台稍微有些区别 或者说真正有价值的地方 玉面红补充道 第三场是在东方甄选主号的春晚活动现场上 董宇辉和主播们一一握手 然后说了一段非常感性的话 我们所做的一切成功与成绩都是因为镜头前的你们 我们只是希望在未来的每一个时间里都能够有你们 无论是东方甄选 还是东方甄选以后所开设的任何一个平台 我们都由衷地希望大家都好 希望你好才是我们真正存在的原因 之后 余敏洪发言称 因为有大家 不才能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在人群中的董宇辉开始眼眶范蕾 在主持人开始朗诵新春祝福时 董宇辉忍不住潸然泪下 站在前排的余敏洪发现后 回头安慰董宇辉 相互拥抱鼓励 特朗普在深夜的Truth Social 发泄中攻击笨蛋 UAW主席 英国独立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批评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主席肖恩 费恩 原因是UAW公开支持了乔拜登总统 特朗普指责费恩 接受了拜登关于未来全电动汽车愿景的观点 并声称这将导致更多的工作机会流向中国 特朗普还主张在美国生产各种类型的汽车 并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征收关税 以鼓励他们在美国建厂 菲恩回应特朗普的批评称 拜登一直为工人阶级奋斗 而特朗普代表的是亿万富翁阶级 X个屏蔽泰勒 斯维夫特搜索结果 关于病毒式AI深度伪造的知识 半导电视台 社交媒体平台X在泰勒 斯维夫特的深度伪造色情图片在网络上疯传后 已经屏蔽了与他相关的搜索 这些图片在包括Reddit和Facebook在内的多个社交媒体网站上泛滥 引发了对立法解决滥用人工智能进行性骚扰的呼声 X禁止了对斯维夫特和相关查询的搜索 显示了一个错误信息 Instagram和Threads允许搜索斯维夫特 但在搜索到色情图片时会显示警告信息 X的安全账户发布了一份声明 强调了其对非自愿裸露图片的零容忍政策 并表示正在积极删除这些图片 并采取行动对付负责的账户 其他公司如Meta、OpenAI和微软 也发布了谴责这些内容并采取行动阻止其传播的声明 深度伪造是一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和操纵的合成媒体形式 他们已被用来制作公众人物从事各种活动的假视频和图片 各国对深度伪造的立法情况各不相同 有些国家将其分发和使用定为犯罪行为 致命袭击可能迫使美国别无选择 只能直接对伊朗发动战斗 英国每日电讯 伊朗通过支持代理民兵组织 包括真主党和胡塞武装 对美军及其盟友发动袭击 进一步升级了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 最近对约旦北部异军事基地的袭击导致三名美国人员丧生 这给拜登政府施加了压力 要求其应对伊朗对地区稳定构成的威胁 美国可能考虑对伊朗军事目标进行报复性打击 可能导致华盛顿和德黑兰之间的重大冲突 美国还可能重新考虑其在该地区的军事承诺 并考虑保持永久军事存在 以遏制伊朗及其代理人所构成的威胁 在乌克兰东部遭受轰炸 并因疾病而残疾的一位未知画家正等待他的命运 美联社 乌克兰的老画家米克拉·索洛维奥夫年事已高 卧床不起 无法交流 他的家正面临俄罗斯导弹袭击的威胁 他有可能默默无闻地死去 索洛维奥夫的妻子利乌迪姆拉希望世界知道 他的丈夫不仅仅是战争交火中的普通平民 他真是他的画作 这些画作是他在一家工厂工作室创作的 这些作品描绘了乌克兰东部的风景 被利乌迪姆拉视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伊琼·卡罗·伊金·卡罗 在诽谤诉讼胜诉后 希望给特朗普带来痛苦 英国独立报 曾因诽谤获得8330万美元赔偿的 伊金·卡罗表示 他计划将这笔钱 用于支持特朗普不赞同的事业 卡罗指控特朗普性侵他 并表示他打算通过捐款 给帮助特朗普性侵受害者的组织 来给他带来痛苦 他希望这能为自己和其他受害者 带来一种正义感 特朗普利用三名美国士兵 在约旦遭到伊朗无人机袭击身亡的事件 批评了乔拜登总统的政策 他声称如果他仍然是总统 这次袭击就不会发生 特朗普指责拜登向伊朗提供了数十亿美元 他认为这个政权利用这笔钱 在中东传播报里 特朗普的言论反映了 他对拜登外交政策决策的持续批评 特朗普还抨击了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UAW主席肖恩·费恩 因为该工会支持了拜登 特朗普指责费恩将汽车行业出卖给了中国 并声称如果他没有当选总统 更多公司将离开美国 特朗普的言论凸显了他与工会的长期争斗 以及他对保护美国产业和就业的关注 澳大利亚日 全国僵局 外交官 澳大利亚的国庆日1月26日 已经成为抗议和争议的日子 而不是国家团结的日子 这一天标志着英国船只抵达大陆 因此受到了对土著澳大利亚人不尊重的批评 然而 试图改变这个日期的努力遭到了抵制 并引发了试图将罪责归咎于这个国家的抗议 澳大利亚缺乏一个共同的历史标志 和强烈的国家认同 这使得建立一个包容和团结的国庆日变得困难 也许需要一种以未来为重点的新方法 日本首个月球车在倒置着降落后恢复运作 外交官 日本首个月球探测器智能登月器 Slim在登录月球表面时翻转并失去电源后 以恢复功能 日本宇航局JAXA确认相机再次拍摄照片 太阳能电池版也开始工作 Slim的任务是寻找一种叫做橄榄石的矿物 并将其与地球上的同种矿物进行比较 JAXA认为 日本在精确着陆方面具有竞争优势 这将是未来月球任务中必要的技术 巴基斯坦与美国关系中的安全性的重要性 外交官 巴基斯坦和美国正在寻求重启他们的关系 并在最近的交流基础上应对共同面临的挑战 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及随后塔利班的崛起削弱了巴基斯坦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然而 两国都认识到在面对塔利班伊斯兰运动巴基斯坦分支 TTP日益增长的威胁时 继续合作的必要性 巴基斯坦提议提供美国无人机基地 以打击阿富汗境内的TTP藏身之地 但美国拒绝了这一请求 美国对巴基斯坦核武库可能落入错误手中的担忧 而巴基斯坦则渴望恢复与美国的传统安全合作 最近 美国批准了一项4.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 用于维持巴基斯坦的F-16战机队 并续签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以促进巴基斯坦获取先进军事装备 然而 巴基斯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将取决于美国如何看待TTP的恐怖行为 美国此前对TTP领导人实施了制裁 并将该组织视为地区稳定的最大威胁 两国还对阿富汗局势表示担忧 巴基斯坦反对塔利班的统治 在伊斯兰堡和华盛顿之间 创造了一个潜在的共同点 美国呼吁塔利班履行其承诺 防止国际恐怖主义 并承认巴基斯坦有权自卫抵御恐怖主义 尽管两国都渴望在各个领域扩大合作 但安全方面的关系仍然至关重要 然而 他们在气候变化 贸易和投资等非传统领域也取得了进展 美国在巴基斯坦遭受自然灾害后提供援助 并继续支持洪水恢复工作 在美巴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下 贸易和投资关系也在扩大 关系的非传统方面可以帮助解决巴基斯坦极端主义的根源问题 但安全合作对于在这些领域取得进展至关重要 总体而言 两国都希望拓宽彼此的关系 建立全面的双边关系 为什么境外债权人会对恒大清算感到紧张 南华早报 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的清算令让债权人感到不安 因为关键问题是清算人是否能够获得中国大陆法院的认可和帮助 以有效地扣押内地的资产 据法律专家称 2021年年中达成的内地与香港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相互承认和协助的试点措施 可能面临真正的考验 贴开北京的支持不谈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必须大放异彩 南华早报 过去两年 香港股市和IPO市场的表现逊于全球同行 导致一些人预测世界末日崩盘 然而 上周 在北京宣布支持经济的措施后 恒生指数反弹 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 香港股市的韧性是对其实力的肯定 关南湖集团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朱健表示 朱补充说 香港必须继续付权和转型 以抵御来自雅加达和孟买等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 据称 其右翼网络向西德尼、鲍威尔发送了Smartmatic的密码 英国独立报 据称 美国一家名为One American News Network ON的电视台总裁 查尔斯 赫林将一份包含投票技术公司Smartmatic员工密码的电子表格 发送给予唐纳德 特朗普有关的律师西德尼、鲍威尔 Smartmatic正在起诉OAN诽谤 声称该电视台宣传了虚假言论 声称Smartmatic的软件翻转选票 操纵2020年总统选举 使乔·拜登获胜 Smartmatic的律师指控 OAN高管可能违反了州和联邦的数据隐私法 OAN否认任何不当行为 并声称Smartmatic从事不端行为 共和党人淡化特朗普8300万美元的诽谤判决 英国独立报 共和党人对唐纳德 特朗普被判赔偿意 减卡罗尔8330万美元的诽谤损害赔偿金一事进行了淡化 卡罗尔声称特朗普在1990年代中期性侵了他 但特朗普否认了这一指控 特朗普的前联合国大使尼基 黑利称他的前上司失去理智 但淡化了他被判定有性侵行为的事实 他表示特朗普正在衰落 并且周围充斥着混乱 这使得他不适合担任总统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表示 人们认为法律系统正在对特朗普进行武器化利用的观念 实际上提高了他的民意支持率 一穷卡罗伊金卡罗对陪审团判决特朗普8300万美元表示 他们说够了 雅虎伊金卡罗因为指控唐纳德 特朗普性侵的作家 因诽谤言论被判赔偿8330万美元 他表示他相信陪审团的裁决传达了一个信息 Carol说 我认为他们在说够了 够了说我坏话 恶心的 可怕的事情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最新的新闻内容 首先 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赴沙特进行表演 并使用了新型运游20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这次表演展示了中国空军的实战化训练水平 也体现了中国空军的战略转型建设成就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在中美之间的一些动态 首先是抖音神曲科姆三在中美史馆举行的活动上大热 这首歌和舞蹈已经成为了一种全球流行现象 跨越了国境 走进了每个人的生活 然后是东方甄选年会上的一幕 董宇辉在舞台上拥抱于敏红痛哭 这一幕让人感慨万分 董宇辉的回归也让人们对东方甄选充满期待 相信在未来的每一个时间里 我们都能够有你们 无论是东方甄选 还是东方甄选以后所开设的任何一个平台 接下来是一些国际新闻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对一些人进行了攻击 包括汽车工人联合会主席肖恩 费恩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 特朗普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争议 但也反映了他对一些问题的关注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国际局势的变化 美国可能考虑对伊朗进行报复性打击 而巴基斯坦和美国则在重其两国关系方面进行了一些努力 这些动态都将对国际局势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 我们来看看一些国内新闻 一位年事已高的画家米克拉 索罗维奥夫在遭受轰炸后残疾了 他的家也面临着威胁 这一情况让人感到心痛 也希望能够为这位画家带来更好的命运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